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季老 我还让你去办公室开会 好 你跟我来 我没时间 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把那个给我 什么 安眠药 给我 我最近睡眠不好 不吃药不行啊 我为了收购案已经很忙了 你这个时候还跟我玩游戏 是非 你知道吗 我这几天 一直在想象一个画面 那个月薪严静的时候 我偷偷地走到你的办公室 然后呢 我这一整瓶的安眠药 全都取掉了 就坐在你的椅子上 第二天早晨 推开门 看到我的时候 会是怎样 我想 你这一辈子 都忘不了我了吧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简单 你不要刺激我 天慧子 你清醒一点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我走 韩依依一边在奶茶店工作 一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叶明生和婆婆 日子虽然过得清苦 但韩依依心里很清楚 这就是她一直想要的幸福生活 没人家上班啊 她不上班她还有其他的事 她也不能老待在家里啊 中午就咱们俩吃饭啊 别做汤子了 妈 我今儿啊得出去泥汤 我那儿就不怕您吃饭了 行吗 去奶茶店呢 妈 今儿啊 周末人多我得过去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小小的奶茶店 至于那么忙吗 妈 忙不忙都得去上班啊 那我是店里的员工啊 对吗 依依啊 妈上次跟你说的话 你没往心里去啊 那一个卖奶茶 那叫什么工作呀 妈最近没言声 就是想让你冷静地考虑考虑换工作的事 你这压根没琢磨 妈 我不是没琢磨 那你说什么事不得慢慢来啊 再说 这奶茶店是 她小 可是她现在生意越来越好 我相信她会越做越大的 那你说 田多多不也从低做起吗 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啊 还有啊 现在的年轻人呢 都换工作 换来换去最后怎么着呢 不还是一事无成吗 我觉得吧 我觉得吧 什么事呢 贵在坚持 只要坚持一定有好结果的 你说呢 主人 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喂 依依 又怎么了呀 多多 你忙吗 你要是不忙的话 能不能来趟奶茶店啊 我想跟你说我话 依依 我这真抽不去 你怎么了 电话里说 我刚从家里出来 心里挺烦的 我婆婆 她不同意我去奶茶店工作 那你说怎么办 我还能去哪儿 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我挺一无是处的 依依 别多想啊 心里别烦 要不然你过来找我 陪你聊聊 算了 我还得上班呢 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你的 你说你吧 要工作有工作 要能力有能力 我这辈子 算是让这个牛正生给害残了 依依 喂 杜依 我现在有点事 我回头给你打啊 好了好了 我来看看你 你找我有事啊 这个送给你 我们现在关系你送的这个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呢 你不是之前一直说我不会送你花吗 这算是一个补偿吧 现在不用了 那好 不用了 那要人你自己扔吧 扔就扔 你干嘛呀 离了婚也不至于做仇人吧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离了婚也不至于做仇人吧 今天女儿给你做了一桌子早餐 早餐呀 对人一天中最重要 一定要营养丰富 妈 你说你就算生我气 你也吃饱了肚子再生嘛 妈 你这饿着肚子生气多难受啊 吃不了再吃了还有劲呢 妈 您别这样了 我多心疼啊 你还知道心疼啊 你啊 你的眼里早就没有我了 谁说的 妈 您看我眼睛 你看见吗 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哪 是不是啊 谁啊 谁啊 这么早 谁啊 这么早 来了 来了 哎呀 我有正事跟你谈 你来干嘛呀 哎呀 我有正事跟你谈 哎呀 肩膀来了 哎呀 肩膀 你也在啊 是啊 进来进来 进来坐吧 哎 来 妈 她是来找我的 有什么事 咱们出去谈吧 哎呀 出去谈什么呀 饭菜都上桌了 来 不谈吧 来 哎呀 妈 不用了 我们谈事 来个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就是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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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那把母 那我跟她单独谈她 那也行 那你们再谈 跟姜亚的那个 好 姜亚的 别忘了 姜亚师父 哥哥 今天菜是你做的 不是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 在新加坡好的时候 你教我做那个杭州菜 我老是把糖当盐放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都过去那么久的事了 可是我一直都还记得 我还记得你对我笑的样子 你现在和我说这些 我也不会感动 因为对于我来说 再没好的东西 它也只是回忆 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好好好 打住啊 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了 我来是有个项目找你帮忙 你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公司了吗 这是公司的外包项目 跟你在不在公司没有关系 别人开的条件挺好的 我觉得挺适合你 为什么找到我 你在创业吧 你需要第一桶金吧 你靠摆地摊就能摆出第一桶金来啊 好好想想啊 既不可施 事不再来 忙呢 找我有事吗 我没什么事 来看看你 想跟你谈谈心啊 我现在很忙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是 我倒是想跟你回家谈呢 可是你回吗 我今天跟你说正经的啊 你告诉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那个钱多多分手 菲儿 我告诉你 你一天不跟钱多多分手 一天不摆脱那种小市民的生活方式 我一天就睡不好觉 我还告诉你啊 我今天来不公司找你了 如果你还一意孤行 继续跟钱多多好下去的话 我今天就找你的领导 我告诉他 那个钱多多 严重影响许飞总监的工作和心情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做这种事的 什么小市民啊 想领导告状 你不觉得做得太过分了吗 那还不是你逼的 我告诉你 做妈妈的 为了儿子的幸福 为了能让儿子走上正轨 我连命我都舍得 我还有什么做不到 如果是真的为了的幸福 那你就不应该干涉我 我现在非常好 你说的那些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你回去吧 我还有工作 我 不要 刘正生的纠缠不休 让韩依依伤透了道尽 特别是刚才 她看到了 站在阳台上的婆婆 那充满敌意的眼神 她的心 一下子沉了下去 这个家不能再出事了 我 跟牛正生真的没有什么的 您千万别瞎想啊 都离婚了还来找你干吗呀 还给你送礼物 都跟他说了让他别来找我了 你想干吗呀 天一啊 妈又要说你不爱听的话了 那个刘振生 要是真觉得对不起你 那就让他拿出一点诚意来 把你婚后应该得到那份财产还给你 这才是正经事呢 他老来咱们家干什么呀 送什么花啊 他什么意思 他想干什么呀他送花 您别激动 别激动 我想您保证 我跟刘振生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行吗 还有财产的事 不知道明生跟您说了吗 我真的一分都不能要 我的事情我还是自己去处理吧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又害您为我担心了 天一啊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啊 你要是在感情上对不起明生 那我可不饶你 明白了吗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这半天都不跟我说话了 干嘛呀 有心事啊 没事啊 没事啊 你这半天都不跟我说话了 你是不是跟叶老师吵架了 没有 媛媛 你说 要是 我不在这儿工作 我还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吗 我有这本事吗 你什么意思啊 这 你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我 我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那是不是你觉得工资太低了 没事你跟我说 我给你涨工资 没有 没有 你别瞎想 媛媛 你姨姐也没本事 你肯收留我在这儿上班 我真的挺感激的 毕竟 我工作能力也不像多多 对吧 你是不是快到生理期了 这么多愁伤感的 跟林淡玉似的 谁说什么呢 言 多多姐 你来了 依依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她今天啊 不太对劲 情绪很低落 你好好劝劝她 我给你倒杯奶茶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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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哦 姐进了 把门来找我 我呢 就趁机溜出来了 别说我了 赶紧说你 怎么回事啊 民生他妈不让我来奶茶店工作 说我给民生丢人了 那你说 我还能干什么其他的 我其他的我又不会 又不像你这么有本事 得得得 别老给我戴高帽子 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过今天呢 我拿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份合同 真的 真的 东东姐 你开车了 说 哪个金主开车你了 老实交代 马文 什么呀 所以说我心里不太高兴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我是个自由的 我跟水谦都很正常 这倒也是 你管他呢 合同签了 那就厉害了 跟这么大的公司合作 那多幸运啊 这就叫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踩巨人 没看出来吗 马文还不错吗对你啊 美月 我心里不舒服 你就别老山风填火的了 行不行啊 你为什么心里不舒服呀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理解你 不过有时候 也别心事太重了 这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你就想 这就是一份工作 就事论事 仅此而已嘛 是 就事论事 我也知道 就是为了工作 可是你说 这是他找的我 那将来我们 肯定在工作上有很多接触 其实 说实话吧 我真是怕许飞知道 可是我又很需要这个合同 我的心里特别纠结 还马轻 我今天算是倒了血没了 一个林黛玉一号 一个林黛玉二号 你说你俩放着好好的日子 不过瞎究竟啥呀 什么都是浮云 我跟你们背进阶 背层次 我走了 你俩慢慢整理 我来了 怎么样 成了 葛东签了 还是女人最了解女人啊 这个世上 就没有哪个女人是不爱钱的 这话说起来虽然实际 但却是事实 对吧 那我先走了 球 撑 撑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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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天一号 别愁眉苦脸的了 本老板今天给你 постав薄了 工资 這麼快就一个月了 是的 别看本老板平时 大大咧咧 稀里糊涂 我从来不拖欠员工的公司 谢谢 韩依依同志 以后呢 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你知道吗 不要一天到晚 瞎琢磨跳槽的事 知不知道 得了你妈 别老戏皮笑容了 依依姐姐心情不好 谁说的 我心情挺好的 你就是见钱眼开 看钱什么都忘了 对了 今天晚上咱们来请客 我们再推顿 今天可不行啊 我得给我婆婆买个礼物 她过生日啊 没有啊 我这不是想孝敬孝敬她吗 好 我看也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 叶老师的妈妈高兴了 叶老师就高兴了 叶老师高兴了 就会对这依依姐 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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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偷射手 哎呀 这老巫婆也是人嘛 世人就七情六欲 老巫婆的心她也是肉炸 是吧 依依姐 哎 多多 你回来了 都是你做的啊 不是我还有谁 还有别人啊 来 快坐 哎呀 真是太棒了 我们家少女君做了这么大桌子菜 嗯 我先吃哪一个好呢 你为什么看着我呀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对自己的厨艺没有信心 想看我的反应在下什么对不对 不是 看到你吃我就开心了 手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刚才切菜不小心 哎呀 她不会切等我回来嘛 嗯 让我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哎 不用了 哎 我去吧 妈 倩多多 你果然在这儿 阿姨 你给我闭嘴 我不想看到你 我更不想听你说话 妈 你别这样 妈 你别这样 倩多多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不是说你没跟我儿子住在一起吗 那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我是刚到 刚到 那这一桌子菜 是你做的 对 在家里我连厨房都不让你进 你跑到这儿来给这个女人做饭 不行 跟我回家去 妈 妈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不管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我们都会在一起 钱多多 你听见了吧 你给我儿子吃了什么迷魂药啊 让他为了你 不要这个家 不要父母 我 阿姨 您一定是误会了 我从来没有让许飞放弃我她的家庭 而且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努力 想让您接受我 可是我发现我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您对我的成见太深了 陈多多 你看看你的表现 你看看你的所作所为 看看你给我们家带来的痛苦 再看看你那个妈 你认为我能接受你吗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去 去吧 我给老年选择礼物还挺难的 都不知道买什么好吃的 这都太幼稚了 这都太幼稚了 我为什么想要带来 我为什么要带来呢 翠翔姐 那不是牛纯升吗 翠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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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 干什么呀 我有那么可怕吗 怎么 来逛商场啊 我说就是嘛 你不应该那么委屈自己 该逛商场就逛商场 该买东西就该买东西 是不是 我想你们家那个叶明生 不能这么委屈自己老婆吧 是不是 挺好 我觉得这样挺好 你说完了吗 我们走 看啥 一一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家叶明生今天怎么没陪你来啊 他不是大学老师 时间应该挺多的嘛 我发现你今天人特别讨厌 也管我们叶老师为什么没来呢 我跟你说 今天一一姐来 就是为了给他婆婆选礼物 就是想给叶老师一个惊喜 这就叫情调 这就叫家庭生活 你懂吗 你会吗 你别跟他说了 我们走吧 好好好 我不懂情调 是吧 那好 我向你们学 我今天就陪着你们一块儿逛 我也学学怎么给别人买礼物 行吧 毕竟咱们夫妻一场啊 你也让我沾沾你现在幸福生活的喜气 是不是 我说牛震生 你说话少这么阴阳怪气的 你一边带着去 你要陪我们逛街也可以 你给钱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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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来 走 你给钱啊 快点 快点 许飞无奈地随母亲回到了家 虽然他心中一百个不情愿 可是为了实现自己对钱多多的承诺 他决定忍受这一切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 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就无法得以圆满 阿姨 小飞得你回来了 你累不累啊 我去给你煮咖啡 那你喝点水 好了 惠子 你也别来那套虚假繁荣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让飞儿回来的目的 来 惠子 飞儿 既然你今天回来了 我就不打算让你再出去 但是腿长在你身上 你要是不听话 继续跟钱多多同居的话 你就永远不要再进许家的大门 好 您那话我听明白了 但是我不管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征求她的意见 我还是会跟多多在一起 小飞哥 你就听阿姨的话吧 离开那个女人有那么难吗 跟她商量什么呀 再说了 跟她商量有用吗 她那么爱钱 怎么可能放你走呀 惠子 你还没听明白吗 人家现在跟钱多多是一家人 她得回去跟钱多多商量 才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 小飞哥 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无所谓 大不了一死 阿姨可是你妈妈 你别动不动手说这个 我到底有哪点对不起你了 我只是不愿意跟你结婚 我杀人犯火了吗 好 就算你不跟我结婚 你也不可以跟钱多多结婚 她可是个败鸡女啊 你现在是在她的温柔箱里感觉不到 我可清楚得很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 怕你难过 今天当着阿姨的面 我不得不说了 惠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姨 那个钱多多 又跟马文走在一起了 我亲眼看到的 马文最近 把公司的外包项目 都给了钱多多 而且 还给了她一大笔外快呢 这个钱多多 现在是开心得不得了 两个人成天眉来眼去的 你觉得关系能一般吗 这我不会相信的 你别在这里造谣 你不信去问马文啊 两个人都签合同了 再不信去问卡洛斯 白纸黑字的 你最好去看一看啊 免得又是我造谣 够了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你给我站住 对 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不管 刚才田惠子跟我说的 我已经听明白了 那个钱多多 是在跟别人搞潜规则 是不是 这个老女人可真有两下子 一个徐总监 一个马文 两个男人都被她完美了一股爪之间 我看呀 你们公司干脆就给她一个人服务算了 你们两个到底说够了没有 走 多多 来 这是合同 这么快呀 还有更快的 定金已经打你仗上了 真的啊 老文 你可帮了我大忙 怎么一起喝一杯庆祝庆祝 好啊 我请你 走 小飞哥 你什么话都不要说 出去 好 我什么都不说 我走 可我刚刚说过的话 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在没有见到多多之前 我不会相信你 我不信你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看呀 当事事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苦心了 谁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阿姨好 媛媛来了 快来 看电视呢 阿姨给你洗水果 阿姨 你可千万别动啊 我这坐一会儿就走 我还得找冬冬姐去呢 媛媛你坐着 妈 您看电视 别别别 行了行了 你别去你歇着啊 你这也不容易 白天呢 还得忙着卖奶茶 还得忙着应付前夫 行行行 你歇着 阿姨啊 看啥呀 咋说话呢 啥前夫前夫 我难听啊 媛媛姐 妈 您看 我给您买什么了 这是给我的 啊 这可不是给你的吗 阿姨 你知道吗 今天依依姐 刚发了工资 第一件事 就跑去商场 给你买礼物 我跟你讲 我们在图片里面 看到这个胸针 那个商场都没货 上别的商场调过来的 她在柜台前面 等了一个多小时呢 你说 多少钱 告诉我多少钱 老贵了 四位叔呢 你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败家呢 妈跟你说什么 来着持家过日子 你就得有钱的 人在刀刃上 是吧 人明星从来就不乱花钱 妈 妈 我这不是第一次发工资吗 给您买个礼物 这还不是应该的 那您喜不喜欢吗 妈喜欢 下不为例啊 知道了 那我给您戴上 你别想着阿姨肉了啊 你说我一个老太太 你说带这么好看 胸针我上哪去啊 妈呀 相亲就要 那么多老头儿 待着跟他们出去玩去啊 你说这孩子真没这些 那拿你阿姨开玩笑 妈 特别好看 是吧 对 老好看了 好看吗 妈 仙女啊 好看啊 好看就带着啊 这依依给我买的 妈您喜欢就好 好 来 祝我们的钱多多小姐 早日成为世界著名设计师 干杯 那你轻点 行 借你金言 说真的啊 到那个时候 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天使啊 天使 翅膀呢 翅膀在哪呢 哪呢 翅膀马上就快长出来了 说真的 你说我怎么就不是天使了 我这不孜孜不倦地为你努力吗 他就是天使 话说回来啊 以后如果有人问你 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你一把 谁为你取得了第一桶金 一定要说是我 好 天使同志 我们再喝一杯 陈总 我 我是觉得 我跟许菲比的话 我对你不差吧 是 你跟他现在热恋 他为了你不惜地搞家庭分裂 但是咱俩都是过来人 爱情不能当饭吃 你们这段热情过了之后 他和他们全家都对你横眉冷顿 你怎么办 我们今天是出来喝酒的 合同签成了我高兴 我们能不能不说这些 这男人呢 青春期很长 你和他热恋三五年 他多大 你多大 他呢三十岁 刚好是黄金年龄 可是你呢 行了 不需要你提醒我啊 我现在已经三十了 我知道 好 你知道了是吧 那你得想想 三五年之后 你跟他在一起 如果没有个结果 那么你剩下的是什么 能不能不说这些 不行 你呢 现在就把我当你朋友 我就是你朋友 所以朋友我要告诉你 钱多多 你这样下去 我为你担心 你以为你说的这些 我没想过吗 其实我也担心 许飞年轻 长得帅 家境也好 这个时候已经坐上了 总监的位子 将来他会越走越好 越走越高 而我呢 就是一个小设计师 三十岁了 还没有结婚 在所有人的眼里 就是个失败者 公司呢 实现不了我的理想 我到了外面呢 跌跌撞撞的 到现在为止也没 干成一件像样的事情 两边的家庭 也都极力反对我们 在一块儿 你以为这样的日子 我愿意过吗 说得好 我觉得你这些话 应该说给他听 让他知道你有多痛苦 我开不了口 许飞比你单纯多了 面对他的时候 我只想让他快乐 我想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都是简单快乐的 我说不出来 我想也许 这就是爱情 既甜蜜又苦涩 您不能用户吗 请深刻再播 许飞哥 许飞哥 他不在家 他不在 我打他电话 他一直不接 多多姐没接你电话呀 他不会真的跟马文 什么 马文 马文什么 我 我不知道 圆圆 跟我说实话 他跟马文去哪儿了 他 他我 许飞哥我就知道 多多姐跟马文出去了 但是他俩去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 您就别问我了 您知道我什么都没说啊 我挂了 女儿 我没有闯祸 美丽善良的多多姐 千万别怪我 有可无心的啊 谁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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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谁呀 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慢点啊慢点 你怎么了老多姐 别别别 慢点 快点来来 这家里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怎么喝成这样了 多多 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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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行行 赶紧不回去 行行 慢点啊小心开机 来来来来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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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不好 我和多多在酒吧里喝酒 我没开酒 我哪喝着喝着 我喝成这样 这孩子怎么一点分寸都没有啊 我一会儿一定要好好说着呢 不是 伯伯这个你也别怪她 她最近太累了 生活压力太大 让她喝点酒也好 喝完了 把心里发说出来 就舒坦了 自从我们家多多跟那小子在一起啊 又没过个树心的日子呢 小马 还是你让我们放心 以后多多的事啊 你就多担待一点啊 我一定尽力 你妈咋喝这么多呀 谁是富二代 你干吗 喝冰了吗 这我不盖杯子 不盖不盖 那咱把裤子脱了是呀 真穿着多点瘦呀 许飞你别动我 你别剪我裤子 多多姐 我去演练 我不是许飞 我不是许飞 许飞你别闹 我不要剪人裤子 许飞 你当初说好的 同居不同床 你去复复你妈妈 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否则的话 咱俩甭想 那些甭想喝成这样了 你还知道吧 扣子扣着呢 那点啥子 多多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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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我跟你说 许飞她到处找你呢 听见了没有 别咬我 我要睡觉 你电话搁哪儿的呀 你给人 你给人回个电话 谁不可以找你都找疯了 谁的电话都不回 不许来找我 合成这样啊 什么酒量啊 老钱小马多有心呢 那个我是觉得吧 我欠她的总是要还她 我希望还她一辈子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那路上小心了 过两天来家里吃饭 对对对对 伯父伯母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又就成了些小默吧 你说我时间就会 重担一切回忆 到底 你想说的和想要的什么 你有爱过吧吗 讲得真心过吗 哪怕 所以去忘年就干 可以吧 除了那句话 除了放松那句话 小梦怀 小梦怀的心里 除了那句话 小梦怀的心里 除了那句话 要定就这样吧 要定就这样吧 别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只相信 放松 牵着手 你都会太震动 你却不想在回头 为什么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要放松 我只相信 你会 太震受 你的泪太震动 你真的 没有 陪我走 我们 一定不这样吧 了